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道家常生术 主诸先佛为无极麻仙姑 无极麻仙姑将 第四章 落地时分 与云 未先助生 先助死 人之运树 乃在投灵之时 原基运树已有梗盖 以此架构人生因缘 是已故 人之落地 后天命盘 似主确立 是为命格 但是此一凡区 却须上推至投灵之时刻 亦即在产后上推八个月 此一投灵时刻 确立人生之属性 天后有四十八节 昼夜有十二时辰 此中落地之人身 有其阴阳之分 修法当然必须 确立阴阳属性 取其互补而后得意 四十事为春夏秋冬 八节是为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以及春至 夏至 秋至 冬至 然则其中春分 秋分 尚有阳中带阴 阴中带阳 十二时辰分为 昼阳夜阴 如此确立此一凡身 是为阴阳属性 若是阳刚十分落地 则其修法不宜阳刚 必须阴阳互补 时有受益 然则阴中带阳 与阳中带阴 则其修法 当然取其主配其辅 譬如 阳中带阴 阳是为其主 即以阴者为宜 天时虽然大致 确立其阴阳属性 但是有其特殊 譬如 雨季 风季 其中动静引动天地能量之变化 必须考量此在密本中有明著 十二时辰亦有 前时与后时之分 一个时辰分为前后时 前时属阴 后时属阳 细分之中 亦由主府护代 因此修法仍然必须谨慎 人之落地 形成后天命格 先天头灵之时将是 筑成此一凡身之衰剑 甚或影响整身气脉之旺盛或者衰退 必须真此而行 庶免未受其异 反受其害 修道人最重要就是要有健康身体 才可以做各种服务善行 此书乃上天降下养生与严命之书 望大家努力落实 六 种植无极原灵术 在五庙明正堂种植原灵术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只有无极先佛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原灵术会随着我们业障多寡 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原灵术只需每年五千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继六年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及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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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